欢迎来到旅金,欢迎去看店第十期 因为这一期是整数第十期嘛 所以我想整合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年让我魂牵梦影的食物 第一个,2019年我们去巴黎玩的时候 我当时约了一家很出名的米其林三星法餐 如果你要问我这一餐值不值得去 我是觉得人家米其林星星摆在那里 反正去体验一下还是挺值得去体验 这呢我是肯定不会去第二次 我今天要提到的是我们当天吃到的一道甜点 那个甜品真的有震惊到我 就是这个 当时因为整个餐厅灯光比较昏暗 我当时一度怀疑过 它是不是真的上了一个蒸营萌给我 上面撒了一层糖 所以看上去亮影影的 虽然我一眼能看出那个叶子肯定是假的 心里面50%50吧 就觉得50%这应该是一个假的 50%又怀疑这难不成真的是一个真的 对所以当时就是一脸懵逼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分子料理 然后它是将柠檬打碎 用它的柠檬汁重塑了一个这个柠檬的外形 然后它的味道还是柠檬的味道 其实吃起来有点像那个雪扒 清明凉凉清清甜甜酸酸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法国人的成会玩的小趣事 就是我打开它的菜单的时候 我没有发现它的价格 然后所以我当时就问了一下 获奖的这个米其林的整个套餐要多少钱 然后那个小哥会心一笑跟我说 您拿的是女式的菜单 然后男式的菜单上是会标有价格的 法国的成品人之后 第二个食物 我对它的喜爱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如果我这一辈子我的余生只能吃一样食物 的话我会毫不由脱口而出选择它 这是在东京的一个连锁的炒海鲜的店 就是随处可见是它是24小时7天都一直开房 银座 瘦骨都有 不打呢就是烤海鲜 其他的烤海鲜都是比较平平无奇 但是唯独就是这个东西好吃到 我无法用我匮乏的词枣来形容它的味道 然后重点是它19年的时候 换算过来大概是6.99美元无作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东西低于6.99美元 还能比它更好吃 当然了中国的那些食物除外 因为咱们中国有太多太多好吃的食物 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烤太久 就是你坐在那 我看着它一点一点的在上面冒那种小泡泡 然后闻着它那股焦香味就干流口水 其实我怀疑它可能让我觉得那么好吃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鸡肠碌碌的坐在那里 好不容易点了菜 然后它上完之后你就要干瞪眼 看着它在那跑30分钟之后你才能吃 然后我吃到它的时候就真的觉得 所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当时什么都没有点 我进去直接就跟他点了8个烤蟹豆 我就吃的很爽 然后第三个我之前提到我是一个深度的海胆爱好者 其实是很久以前我当时在温哥华的一家店 无意中吃到了一个叫做北海道海胆寿司的东西 从此就打开了我海胆世界的大门 从那之后在我的世界里世界上只有两类海胆 一类叫北海道海胆一类叫非北海道海胆 重点是我之前不喜欢吃海胆 我觉得它就是味道很新很色 然后吃到最后的时候嘴里面会觉得甚至会觉得有一点苦 北海道海胆一般它表面是成金黄色 味道是完全不行的 而且重点是你吃到最后它是嘴里是会有一丝丝甜味的 在19年我有机会第一次去北海道滑雪的时候 我当时就把我能安排的所有的饭尽量能有海胆的 都一定要有海胆 甚至连早餐我都去吃海胆饭 那很尴尬的是我当时得了重感冒 然后基本上味觉和嗅觉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 在恶劣的情况下依然被北海道的海胆征服 重点是东哥华吃的那一个四五片海胆在上面的一个寿司 大概要15美元一个 我当时在北海道整整这一碗海胆饭只要大概40美元一碗 我当时就被这个海胆迷的一度想过退休之后 我就去北海道住上一面 每天去潜水挖海胆吃海胆 实现自给自足 那我们这一期就先整合这么多啊 到第20期的时候就说几个咱们中国的食物 就这样拜拜